谢成军被曝暧昧肌肉男谢同志情,约会遭抓包交换,韩磊回应,是真正的爱。 今年43岁的台湾演员谢成军,早年演出《妈妈先师》,动于都受到很多年轻粉丝欢迎,近几年投入本土剧,一难忘,夜市人生到金家好媳妇,演技精湛累积不少粉丝,他在剧中结婚超过17次,身材和外形都保持良好的他,在戏外却少有绯闻, 日前他被拍到和一名壮硕高大的男子一起逛街东区,两人互动老夫老妻,被怀疑关系匪浅,他本人也在照片曝光后,终于松口。 据一周刊报道,谢成军出道多年却和绯闻都沾不上边,外形帅气的他曾多次当选同志天才,是不少男同志的梦中行人,日前他被拍到和一名身材壮硕的男子在微风广场逛街, 据悉,对方是知名的同志酒吧股东马克,两人在咖啡店聊天,滑手机,又如老夫老妻的日常,尤其亲密互动更是让大家看了好害羞。 从记者拍到这照片中可以看到,马克到柜台点了一份烤布雷,谢成军用汤匙咬了一口来吃,之后对方又接回去,很自然地用吃过的汤匙继续吃,两人互动跟交往许久的情侣看起来没两样,间接接吻根本就是日常,结束后对方还送他到节乐站,之后再回到三里拍戏,十分惬意的午后时光。 而消息传出后,他本人也松口承认,谢成军得知被拍到后,不以为然表示,就是和朋友去吃饭,喝咖啡,没有什么,并表示不介意双方被拍到,都什么年代了,没什么感觉,不介意被这么说了,所以没什么好澄清的。 并在事后贴出好友离患癌症的消息,感伤提到,真正的爱,不是你看到的如此肤浅。疑似回应这次事件。 事实上。 事实上,谢成军被封为同志天菜,和马克是认识十年以上的好友,他也是同志酒吧的股东之一,两人常常被拍到亲密互动,显示出两人友情十分紧密。 哎呀,其实谢成军是或不是同志,都很祝福他啊,虽然这次被否认,但还是祝福他,希望早点找到另一半啊。